根据美国科技部落格 ReadWide的报道 在YouTube与内容提供者的广告分论机制中 由于YouTube抽取的分成比例过高 加上各大品牌的资金投入速度过慢 使得YouTube这个被称为新好莱坞的媒体生态面临巨大隐忧 首先活跃于YouTube平台上的MCM多频道网络 虽然属于新好莱坞的生态一部分 但是MCM更加依赖传统的商业模式 经常与内容产制人才或者是版权拥有者产生合约纠纷 而目前MCM的商业模式仍然依赖广告 普遍不被认为可以持续发展 部分广告代理公司也认为 不能赚钱的MCM将在YouTube即将到来的整合企业 被竞争对手或是媒体公司并吞 再者Google为了确保YouTube的持续运作 从YouTube的所有广告销售额中抽取了45%的分成 此外YouTube已因制作人的CPN 也就是广告对每千人的曝光计价只有3到5美元 如果该制作人还隶属于某个MCM 将还要被YouTube抽掉45%的收益 再提出30%分给MCM 导致内容供应者在YouTube平台上几乎无钱可赚 这里是一个交代的 你可不得了 我先不得了 这条我先不得了